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亲戚朋友 祖邻右舍或是自己的长辈们去世 都会花一大笔钱去做超度 然后呢一些人都会谈论 一种人认为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 一死百了 另一种人认为人死后还有灵魂 我也从同修道友那里询问 他们也没有讲出让我觉得满意的答案 今天有幸当面向您讨教 在阿含经五英里面 您有讲到地水火风加空产生事 根据这条公式 再加上其他章节里面的一些片段 我把它串联起来 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地水火风加空产生事 然后这个事会去投胎 当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 事即可加入 三合一为一体 有机身问题诞生 胎儿产生了 然后从初生 从幼儿 少年 青年的成长 再到中年 老年的衰老 如果一个人在这一世没有解脱 在往生的时候会留下下一世的种子 叫投胎式 一个人从这一世开始就这样的轮回下去 这样的理解 是对还是错 基本上是不错 像玉米 我们种玉米 种稻米 今年春天要种玉米 种稻米 我们要有前一季留下的种子 是不是 我们是拿着种子 然后播种 播种在土地上 在没多久 它的生命 它就会变化出 冒芽 长大 开花 下一步又结果累累 然后结果 这个果里面又有种子 又有种子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点 生命它是永恒存在 不会真正消失 生命它是存在 但是它会变化 会不断变化 一般人怕生命断昧 怕生命消失 再来还有一种情况 怕变化 很多人他就是一直想要掌控 掌控就是 我要万事万物都处在 我可以掌控的范围 这样才安心 问题是 大自然有大自然运转法则 你自己的生命 你也没办法完全掌控 你对于家人 亲戚子女 你又想掌控 这个就是不符合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大自然运转法则是 一切在流动变化 流动变化 我们的生命也在流动变化 我们的家人也在流动变化 我们的社会 世界都在流动变化 所以一般人他的痛苦就在于 他一直不希望超出他可控的范围 一直要去掌控掌控 就是这种掌控 让一个人一直处在患得患失的世界 痛苦就是这样产生 这就是不明了宇宙的 运转法则 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规律 问题是一般人 他就是不清楚 不明了宇宙的运转法则 所以他就一直想要掌控 那掌控不到的时候 掌控不到的时候 就是痛苦 失望 如果能够清楚 明了 原来宇宙大自然 有大自然运转法则 一切都是在流动变化 你想掌控的任何人事物 你都要把它拿出来来解析 哪一样 它不流动 不变化 我们内心那种 一直要掌控的就是要 在我可控的范围 我不希望它变化 偏偏所谓的事与愿违 因为你的愿望 你的期待 那是违背大自然的法则 这叫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 痛苦就产生 为什么有的人他讲 他亲人死亡之后 他好几年一直都没办法接受 还一直活在那个梦幻世界 他要 那个已经梦幻变化掉了 他还在那里 一直的要去掌控 对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不但外境在流动变化 我们的生命也是在流动变化 可是一般人就是 我不要让它变化 面对劳病 面对可能肉体的这个消失 哇 好恐慌 好害怕 就一直要抓去 所以人在不了解生命实相 不了解宇宙真理实相 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一直的错用功 把生命一直浪费在那些 抓东抓西 你怎么样抓 然后能够让他安心 偏偏你抓越多 你痛苦就越多 你想抓住 抓不住 像刚才游乐学院 我希望我女儿怎么样怎么样 她怎么做出那些 不合己意的 所以我们要 所以为什么前面回答 一位学院提问题的时候 我跟她提到 你要深度去解析 你那个痛苦不安的原因在哪里 所以不要说 我找出这样 这个就是答案 如果你没有深度去解析的话 还是在表层前层 这样的话 你解决问题 还是在表层前层 所以为什么要静下来 深度去反观 去解析 我们内心的苦 不安 痛苦 它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好 好 是 好 是